你说说输就行 我别说输了 你看大爷他能给我存多少钱呢 两千块钱最低的标准 我跟你说 一个月就三千一百多块钱 给你两千生一千一 就你过日子就是 就是他过日子能就是三千块钱吗 姐咱们是出感情啊 不是出感情啊 他不负责任啊 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个呢 甚至过半路就走了 看好多帖子评论说 现在社会风气变了 做人不真诚就是一心钻钱也 男的要漂亮的年轻的配伴 女的就是出来在就业找钱 一把年纪再出来卖个好价钱 就你这样的找地方当保姆 也没人敢用了 于是就想以夫妇为名义 找个老头给你开支工钱 咱就是说大爷一月工资就三千 还得每月给你两千零花 再让老头管你吃喝 等需要人伺候了 你就一拍屁股走人了 该说不说现在的女人都鬼盯着呢 下面咱就先来看看 今天被坑的老王吧 汪明翔69岁散网 退休近三点一个千 松原是有套一百一十二平三居士 这房子在老年乡亲里算是豪宅的 天师叔是住这屋吗 我就住这屋 我就在这屋 这是我姑娘住的 和我外孙女他俩 现在他们他俩妹也是住 陪赌呢 陪赌呢 现在是 给游田高中那时候陪赌呢 那现在是在那边租个房子 在那边临时住 对对对 王大爷老半去世的早 为了照顾老父亲 他的老闺女就带着外孙搬过来 陪伴着自己照顾他 现在外孙已经高三了 老头讲话了 啥事都没有孩子的学习重要 于是闺女就去在学校附近租个房子配渡去了 如今留下孤独的老王投赌手空房 自己再也耐不住内心的寂寞和空虚 于是就打算在七十大寿来临之际 再来个第二春 当时吧一天开九个小时通期 早三个时 下午三个时 晚上三个时 晚上到九点 六点到九点 那这九个小时 你会在那会儿待多长时间呢 我几乎差不多 天天开九个小时 你再待九个小时 几乎差不多 哎呀天哪 那没定啥 没定去 太无聊是不是 就是自己给家 在家里没定 看电视也没啥意思 哥哥给无力 七七这就纳闷了 你说这人年轻时候 上班天天想着放假休息 现在终于退了 就可以享清福了 又整天去活动 是打卡上班 每天九个小时 少去一回都是亏 知道的你是无聊去 闲玩的 不知道还以为 你是人家活动 是看大门的呢 老王讲话了 时间一长 他看到别的人 都是出手入队的 他非常羡慕 就想着自己的豪宅 现在还缺个女主人 于是就报名 参加了咱的节目 得找能跟我过日了 也得 服务 大方 再一个 备做吃的 有的还不会做吃 那也不行 我还愿意吃 做会做好吃的 是不是 原来我那伙伴会做吃 你看电视 看完 马上就给我做了 有事 说白了就是想找个做饭的 要不说那个年代和单位 上班的男人 为做饭照顾家的属世不多 一般都是大男子主义比较多 年轻时候 原配老伴给他 伺候的叔叔补补地 这不老伴 因为有自己 连口热乎的都吃不上 现在被现实逼得 无奈都不挑长相了 一句话 只要是能会做饭的 女人就行 还别说咱小胖红娘 真是个办事的人 马不停蹄就找来了孙大方 姐 孙姐 你好 我这不老给外打工吗 这家还没跟我熟识 我妹妹在这玩麻将 那我这这 总会不着急 我老母亲 这不是五五头 这家摔坏了 完了之后 我这这给家休几天 休几天 我现在给送送 那天给她做两顿饭 孙香灵 63岁丧偶 会休近2.3个钱 松原有套 100平三居士 大妈自认为 自己是松原一枝花 乍一看还以为 她白骨精转身 朝着条件和大爷 也是大差不差 如果俩人能顺利牵手 也算是强强联合了 不过你别看 大妈表面风光 实际心酸 无人知晓 老伴20年前 癌症去世 她一直和闺女 相依为命 如今她的宝贝 外孙女生病了 急需用钱 自己每月的退休 进度补贴给了闺女家 就这些钱 也是杯水车薪 要说这娘俩的命 是一个比一个苦啊 女婿迎年 早是她们娘仨 相依为命 如今外孙女友难 自己就是豁出去 这张老脸刀吗 也得帮闺女家度过难关 这是一生也没疼恋爱的 你说是不是啊 也挺苦的 这说寡婦 这没啥条件 这是好好过日子的 能真心疼我的 个也不要太高的 这跟我差不多的 完了呢 有素质的 会说话的 现在看着老太太的要求 还没毛病啊 不过往往事情没这么简单 红娘一想 这不正符合老王吗 于是就赶忙带着孙大妈 拿去见老头了 耽误一分钟就少一秒给闺女钱 介绍一下啊 王明晓 孙香灵 你呢 喂个婶 喂个婶 啊 可以吧 看你出眼睛 有眼圆吗 发现 瘦了 除了瘦点以外呢 她瘦吧 我就是说一个两月 我可能给她调过来身体 俩人眼圆这快算是没毛病 没想到大妈 还是个深藏苦陋的半拉老中医呢 体格胖瘦 那咱就是说 你真有着手艺 那还来伺候 糟老头子赚钱干啥 干脆做个江湖 用衣补就得了 不欧牙那个道 就那边是啊 对 那个是我 我那个就 欧牙那天 你们给大道走 我都能看着 我是四楼 仅把第一个单元 四楼 那边 我见她买肉了 你啊 我买肉 我叔给哪看你 我就没敢说 大人可瞅人眼熟啊 眼熟啊 那个啊 我们那个啊 新开一个超市 那人山人海的 那这多时候 马上我这脚跟哪看你 我带我 同一次 我这样 你这个纳碰住了 哈 现在这老年人 相亲套路数是不少啊 一句话 咱俩好像在哪见过 茫茫人海中 我望向你 可能来了 无数次的擦肩而过 反正妹妹 我说出来了 就是咱俩有缘分 这样不就 自然而然 拉近了几分距离吗 下面大妈 就开始望闻问歉 看看这老头子身体咋样 看他的脸仔挺好啊 挺好问的 是吗 长大样呢 血腰还行 多什么 总是5.4 我说我终于够两桌回车 血压高吗 血腰大多140 看看 血压高 今天吃假天早上 你怎么来 我老别捂着我整 要低一点吧 对 不低 145 高压165 不正常 低压有12条米总重 他就稍高点 男的140可以差不多 低压高点 身体看得上 这是虾高 我看他 虾高 完了没啥事 吃他要啥的 调整一下身体 也挺 你是来相亲的 还是来看病的 这话没说两句 就枕上卖了 得亏老王猴 没啥大毛病 大妈一瞅着 老秃驴身体 没啥大毛病 一时半会儿 应该都不下去 这要是给他忽悠高兴的 那他的退休金 咱不是手拿把架吗 知道老头就想 找个会做饭的女人 于是孙大妈就开始努力推销自己 我常会做饭了 我做饭好吃 到谁家都不来 让我走吧 哎呀妈 多是给你找我干活 我做饭好吃 你会都吃一个 哎呀 这不就是我的菜 跟花老宝贝吗 汪葫芦大爷一听 这话心里乐开了慌 毕竟他最主要的要求 就是要伺候他吃喝的 哈哈 这不就成功一大半了吗 眼看老王头 手战就被自己拿捏住了 于是孙大妈就开始低条件了 想来退休啥的话 我这行子俩人不能带着 你说啊 就比如说 你手里要没点钱 他有病也没多少钱 我有病也没多少钱 想来咋整 俩人就是能干的啥 开个小超市啥的 那一年也挣个十万八万的 这不都给养老 这不都能有基础了吗 你说是不是啊 他妈没想到 够吃花就得了 妈你咋这么没挣睡 妈你咋这么没挣睡 哈哈哈哈 他妈是想二则在创业呢 咱就是说干超市这是没毛呗 估计孙大娘也是看着疫情几年 小区门口的小超市老板赚得喷碗拨碗 他心动了但苦于没人给他经济支持 于是就想着借找老头子来实现他当老板的冤枉 但是你不想想这大爷都七十岁的人了 能像你试着天天跟打鸡血那样这么拼吗 你说咋要 就现在挺好 真要有病咋整的 我是你我指不上 来都开那么点 那不有退休金吗 那多点吧 应该那三千块钱呢 哎呀我的妈呀 现在一点也不想干了 想让人消泪挺干的些的 现在就想歇了 就想歇了 享受生活 对 没必要想 现在老头只想和老板亲亲抱抱抱举高高 你想的是让老头疯疯于搬货上货 然后你坐收渔翁之力当收银钱都进你腰包里 自己的钱都拿给你闺女不算完 还想再拿着老头钱补贴你闺女是吗 你有负担你就去打工赚钱补贴你孩子去 别牵连着老头跟你一起吃苦受罪 人家也不该你欠你的指导簿 眼看图驴大爷对开超市一点都不感兴趣 于是孙大妈又想了一个招 你要是不想跟我在就业也行 那就每月给我存点过何钱吧 每月吧 能给我存点药费钱 这点呢 能啊 能 多少钱呢 你说数就行 我别说数了 你看大爷他能给我存多少钱 你说到老了是不是 你这我真要病了 就比如说撩 你说这一月存的是一年一存的 你说咋俩得得伤了 你想咋的干什么 我还真没考虑这个 那先生说如果要存月的话呢 一个月月月的这一月多少呢 把我一件收拾 我去你俩个这菜市场买猪肉的 这么公开的场合 你俩就堂而皇之地坐进了买卖 俩人能有八百个新烟子 和这玩起的心理战术 都是千年的老狐狸 谁才不会给了拆了 大锤八十小锤四十 他买十锤送一锤 多点也行 到时候再谈点点 做好人玩性也添点 再给多了一点 最后一先不能抽一下 我拆不拆 拆一千我指定不行 老头你这荒药的挺大啊 八百和一千都快差一半了 生怕自己给多了吃亏是不 不过你想的数是太天真了 大妈这钱可不是为自己要的 毕竟自己还有个生病的外孙呢 不过你只需要知道这是给他的 一药费就行 至于花在谁的身上就不给你说了 反正真到他自己生病了没钱 你也不能不管他 你觉得拿出你工资的一半 给老太太他就能成你的情来 该说不说你属实想的太单纯了 没有两个钱你是拿不下来这老娘问的 两千块钱最低的标准 我跟你说呀 一个月就三千一百多块钱 给你两千生一千一 就你过日子就是 就是他过日子能就是三千块钱吗 姐咱们是出感情啊 不是出感情啊 他不负责任啊 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个呢 甚至过半路就走了 老婆自来要钱再就业就真诚点 啥玩意还没落两句呢就要钱 还一整摊感情一要费 说句难听的你这蠢蠢就是 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真结派方 要钱还要出责任了自己踹着心烟自来的 还嫌弃老头子工资地 这样的女人你就是把钱都给塌了 也不知足制作部 眼里只有他闺女外孙 咱就是说你觉得这样对后来的老办公平吗 你以为你这是打火豪分田的呢 还是觉得你跟那老腊肉试得越老越值钱呢 王大爷这边也是立马就不乐意了 我就那些钱能存两千吗 太多了是不是 那存不上那该要死 一听南方不认可他给自己定的价位 于是他表示不想再往下继续呢 不给这些钱说再多都是浪费感情 俺可不能搁这瞎耽误功夫还得再找 为了大外孙咱就是豁出去不要老脸了 虽然这样的大圆种属实不好找 但总会有下笔合老眼的老头子让他忽悠 于是他熊啾啾气昂昂穿着小皮鞋就拍屁股走人的 整得要钱的人都成了大爷 给钱的人倒成了孙子式的 这整得数十道翻天纲啊 七七觉得老年人再婚要保障无可厚非 但是一见面就要钱 还必须让人加给你这些钱就过分了 整的大闺女都没你们敢开压的 都是八百个新烟子的人 你还是出去打工帮你闺女吧 就这样的要钱法没哪个男的愿意找你这号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更新到这里了 大家有啥不同意见欢迎下方留言